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学们好 身边的人常常会抱怨 城市里太拥挤了 竞争太激烈了 我的压力太大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想离开这里去一个地方 有山有水 风景美丽 四季如春 在那儿可以过幸福安乐的生活 这样的地方就是市外桃园 今天我们就一起学习成语故事 市外桃园 请大家先看一下声词 划船 划船 夏天的时候我们可以去松花江划船 你们擅长划船吗 不擅长 好 那我们可以学习怎么划船 我们可以学习成语故事 我们可以学习 在哈尔滨 大家有没有迷路的经历 如果迷路了 怎么办 最好找个当地人问问路 河岸 河岸上的风景非常美丽 很多人喜欢在河岸上散步 桃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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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天了 桃花都开了 景色非常美丽 继续 继续 我们上课的时候很累 中间可以休息一会儿 然后再继续上课 有的同学今年学习中文 明年打算继续学习中文 尽头 尽头 我家就在这条路的尽头 你看这条街很长 看不到尽头 山洞 很多山洞里都特别黑 这样的山洞我不敢进去 但是有一些动物就住在山洞里 大家看这是什么动物 熊 嗯 熊 有的熊是住在山洞里 一般来说山洞里很黑 有的时候山洞里能看到一点光亮 停电的时候 停电的时候 房间里没有光亮 什么都看不见 现在我们就一起看一下世外桃源的故事 冬进的时候 冬进的时候 有个人以打鱼为生 一天 他在小河里划船捕鱼 后来迷路了 他看到河岸上有一片美丽的桃花林 这个渔民从来没看见过这么美丽的风景 他很吃惊 他继续向前划船 过了一会儿 他到了桃花林的尽头 前方出现了一座山 他看到山下有一个山洞 洞里面好像有光亮 渔民就下了船从洞口向里走去 这又是一个发生在中国古代的故事 什么时候呢 是东晋 可能很多同学说 中国的历史太漫长了 我可分不清什么时候是秦 什么时候是唐 没有关系 你们只要知道 故事的大概背景就可以 在东晋的时候 有一个渔民 他的生活就是靠打鱼 所以我们说他以打鱼为生 海岛上的居民常常是以捕鱼为生 那农民呢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他们常常以种地为生 如果他的工作是作家写作 就可以说他以写作为生 同学们 同学们以后想以什么为生呢 好 我们回到故事里 渔民划着船看到了什么呢 美丽的桃花林 以前他有没有看到过这片桃花林 从来没有 他迷路了 渔民一直划船 划到了桃花林的尽头 这个时候他发现了什么 一个山洞 你们在旅游的时候 特别是登山的时候 如果看到一个山洞 一般来说山洞里有没有光亮 没有 黑黑的 那我们都不敢进去 但是这个山洞里好像有光亮 所以渔民就下了船 他想到山洞里去看一看 我们继续学习生词 窄 窄 有的时候道路很窄 汽车无法通过 有的房间很小 有的房间很小 窝道也很窄 我们都不想住在这样的地方 窄 反义词就是 宽 在哈尔滨有的道路很宽 能容八辆车并排通过 在我们介绍一个房间的时候 常常会说 这个房间长多少米 宽多少米 容 我们的教室能容多少个学生上课呢 有的大教室甚至能容一二百位同学 一起上课 可是如果人太多了 教室里就容不下了 我们也可以用容得下 容不下 通过 通过 开车的时候可以通过一座桥 通过还有一个意思 就是你们的考试能不能通过 房屋 房屋 小区里有很多房屋 在中国的大城市 房屋的价格比较高 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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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这条道路 比较宽还是比较窄 不太宽是吧 不太宽 道路的两旁有什么呢 很多大树 很多大树 很漂亮的道路 现在哈尔滨的道路是这样吗 不是 现在是冬天 哈尔滨 冬天道路上 都是冰雪 冬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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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色的冬田 看起来非常美丽 从这里 我们看不到冬田的尽头 到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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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到中国 中国朋友常常非常热情 他们会陪你到处参观 到处游览 有的时候你的东西找不到了 你到处找 可是还是找不到 开花 开花 桃树开花了 这是什么 玫瑰开花了 我们也可以把开和花分开 比如 花园里的玫瑰开出了红色的花 来来往往 来来往往 哈 同学们看校园里现在很热闹 来来往往 有很多同学 我们也可以说在街道上 汽车来来往往 穿带 穿和带有的时候是分开的 我们可以穿衣服 穿裤子 穿鞋 带什么呢 带带帽 带帽 带帽 带围巾 带口罩 可以说一个人很讲究穿戴 带 可是在中国的中小学 学生们常常穿一样的衣服 那他们的穿戴差不多 我 刚才我们介绍了故事的开始 在中国古代东晋的时候 一个渔民划着船迷路了 他看到在桃花林的尽头有一个山洞 他要不要进去呢 因为他看到了光亮 所以他决定到山洞里去看一看 开始时山洞里很窄 只能容一个人通过 当他走了几十步后 山洞突然变宽变亮了 当他走出山洞时 看到了很多房屋 还有道路和农田 到处都有开着花的桃树 他还能听到人们家里的鸡叫声和狗叫声 一些男女正在田地里工作 还有一些人在道路上来来往往 他们的穿戴和山外的人都一样 老人和孩子看起来都很快乐 现在我们知道 现在我们知道 叫声 这里有人吗 当然 有人在田里工作 也有人在路上来来往往 他们生活的幸福吗 看起来他们很快乐 我们在用看起来的时候 可以这样说 天阴了 看起来要下雨了 今天他看起来不太舒服 好像生病了 同学们 同学们 如果去一个陌生的地方 看到老人和孩子都很快乐 你们觉得 在这个地方生活的人 他们幸福吗 当然 他们应该很幸福 祖先 祖先 他们的祖先来自东方 很多民族 其实有共同的祖先 逃避 逃避 逃避是我们想离什么远一点 那常常是不好的 或者我们不喜欢的 所以你可以说逃避困难 逃避责任 有的人对现实不满 会逃避现实 战乱 战乱 战乱当然是不好的 会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很多的麻烦 所以发生战乱的时候 很多人会逃避战乱 渔民看到了一个小村子 看起来这里的人们生活得很幸福 那当地人看到渔民会怎么样呢? 那里的人看到了渔民很吃惊 问他是从哪里来的 渔民回答了他们的问题 有人热情地邀请他到自己家里 请他喝酒、吃饭 村里的人听说了 都来看这个渔民 他们告诉渔民 他们的祖先为了躲避秦朝的战乱 带着家人来到了这个谁也不知道的地方 从此再也没出去过 渔民看到山洞的外面有一个小村子 他很吃惊 而这里的人看到渔民也很吃惊 他们不知道渔民是从哪来的 但是他们很热情 他们请渔民喝酒吃饭 现在渔民知道了 村里的人为什么会生活在这里呢? 原来他们是在秦朝 大家注意时间 秦朝很早以前发生战乱的时候 为了逃避战乱 来到了这个地方 从此 他们就住在这儿 再也没有出去过 我们注意从此的用法 比如 十年前他离开家乡 从此 从此 人们再没见到过他 如果你喜欢读童话故事 常常能看到王子和公主的故事 他们结婚了 从此过着幸福的生活 他们在秦朝 他们在秦朝的时候 为了躲避 战乱 来到了这里 再也没有出去过 他们竟然不知道汉朝 更不用说晋朝 渔民把自己知道的情况都告诉了他们 人们才知道外面的世界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现在我们说了中国古代的三个朝代 秦朝 汉朝和晋朝 哪一个历史最长呢? 最早的是秦朝 可是住在这里的人 他们在秦朝以后 就没有离开过这儿 所以他们不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 他们竟然不知道汉朝 当我们用竟然的时候 常常是发生了你没有想到的情况 比如 这么简单的问题 他竟然没回答上来 他来中国竟然一句中文都不会说 住在这里的人竟然不知道汉朝 那后来的晋朝就更不用说了 我们看一下更不用说的用法 比如 这些钱租房子都不够 更不用说买房子了 他的收入 他的收入 养活一个孩子几乎都不够 更不用说三个了 现在我们知道了 村民一直生活在这里 他们不知道山外面的情况 所以 渔民把自己知道的情况 告诉当地人 当地人也很吃惊 他们才知道 这个世界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标记 标记 我们在做科学研究的时候 常常会做一些标记 比如做实验的时候 科学家有的时候会给观察的动物做一些标记 安乐 安乐 大家都想过安乐的生活 现在渔民知道了 这些人为什么会住在这里 住在这里的人也知道了 外面的世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人们把这个地方称为桃花园 渔民在桃花园住了几天 他要离开了 村里人请他不要把桃花园的情况告诉别人 渔民走到山外 划船回去 一路上 他做了很多标记 希望以后还能再去那里 后来渔民想带着朋友们去看看桃花园 可是那些标记都不见了 他们迷了路 再也没能找到那个美丽的地方 渔民去的是什么地方呢 桃花园 为什么叫桃花园 他希望他带朋友们来吗 不希望 他们叫桃花园 他们叫桃花园 担心外面的世界再发生战争。 所以他们宁可住在桃花园不出去, 只想过安乐的生活。 渔民离开了,他想不想回来? 当然想,他很想再回到这个美丽的地方。 所以,他做了很多的标记。 可是后来他回到桃花园了吗? 非常奇怪,他在回来的时候发现标记都不见了。 我们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渔民做的一个梦, 还是他真的经历过。 因为他再也没能找到那个地方。 我们常常用再也不或者再也没表示没有发生过。 离开这里以后,我再也不想回来了。 可能我不太喜欢这个地方。 离开这里以后,他再没回来过。 离开了桃花园,虽然他很想回去, 但是再也回不去了。 室外桃花园是指生活安乐的理想世界,或者环境特别好的地方。 比如,这个渔村环境很好,人们生活都很幸福。 真是室外桃花园,有的同学说,我也知道一个差不多的词。 乌托邦和室外桃园意思差不多。 看来,每个国家的人都希望能找到这样的地方。 不但环境优美,而且生活幸福,这可能是所有人类的梦想。 好,今天我们学习了一个新的成语故事,是室外桃园。 现在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室外桃园的动画。 室外桃园 东晋太原年间,武陵郡有个人以打鱼为生。 他顺着溪水划船,忘记走了多远,忽然遇到一片桃花林。 花草鲜艳而美丽,花瓣纷纷落下,他对此感到非常诧异。 桃林的尽头正是溪水的发源地,那里有一座山,山上有个小洞,隐隐约约的好像有光。 鱼人便下了船,从洞口进去。 起初洞口很狭窄,仅容一个人通过,又走了起石步。 突然宽阔明亮了,呈现在他眼前的是宽阔平坦的土地。 排列整齐的房屋,有肥沃的土地,美丽的沼泽,桑树竹林之类。 田间小路交错相通,村落间鸡鸣狗叫之声,都可以互相听到。 人们在田野里来来玩往,耕种劳作,男女的穿戴跟桃园外面的世人完全一样。 老人和孩子们都神情愉快,自得其乐。 那里的人看见了鱼人,都非常惊讶,问他是从哪儿来的? 鱼人详细地做了回答。 有人就邀请他到自己家里去,摆了酒,又杀鸡做饭来款待他。 村里的人听说来了这么一个人,都来打听消息。 他们自己说,他们的祖先为了躲避秦时的战乱,领着妻子儿女和同县的人,来到这个跟人是隔绝的地方,不再出去。 因而跟外面的人断绝了来往,他们竟然不知道汉朝,更不用说魏朝和晋朝了。 鱼人把自己知道的事,一一详细告诉了他们,听吧,他们都感叹,惋惜。 临别时,村里的人叮嘱渔夫,不要对外人讲起这儿的事。 世外桃源是指,与现实社会隔绝,生活安乐的理想境界,后也指,环境幽静,生活安逸的地方。 借着一种空想的,脱离现实斗争的美好世界。 如,这度假村远离喧嚣的闹市,花朝月夕,幽静的宛如世外桃源。 好了,同学们,现在已经知道,室外桃源指的是什么样的地方呢? 人们理想中的,各个方面都非常好,环境很优美,生活很幸福的地方。 在你们去过的地方中,有没有这样的室外桃源? 有吗? 没有,是吧,在世界上,可能你还没有找到这样的地方。 有的时候,我们也用室外桃源比喻,一个人想逃避现实,想生活在自己的理想中,幻想中。 当然,我们还是希望能够能够在生活中找到室外桃源这样的地方。 我们已经学习了很多地方。 这些地方有没有和你想象中的室外桃源一样的呢? 一起来回忆一下,我们看这张图片。 想一想,你们学过的地方应该是哪里呢? 有山。 哦,这里看不到水,有水,是吗? 环境很好。 这里四季如春。 但是,看起来因为有很多山,它的交通发达吗? 不太发达。 它的自然环境保持得很好,还是原始的生态环境。 你们猜到了吗? 这是什么地方? 是中国的贵州省。 这张图片是哪里呢? 这个建筑很有特色。 不是四合院,也不是哈尔滨的高楼大厦。 这里的建筑有自己独特的风格。 这里是位于中国西部的西藏,拉萨。 我们再看第三张图片。 是哪里? 是我们熟悉的地方。 现在你们生活的城市,冬天非常寒冷,但是也很美丽。 可以去哪里? 可以去哪儿逛一逛呢? 冰雪大世界。 在这儿可以看到什么? 冰灯,可能还有雪雕。 最后一张图是在海边。 很多游民住在这里。 他们是以什么为生呢? 捕鱼。 游民以捕鱼为生。 如果你想体验一下游民的生活, 也可以去中国东海的小鱼岛。 这些地方都很美丽,也都有特色。 和你想象中的世外桃源一样吗? 不一样。 好,那你心目中的世外桃源是什么样子? 请你想一想,下次可告诉老师。 在这个故事里,游民看到山洞里有光亮, 他走进山洞去了。 村里的人,看见游民走进村里来了,都很吃惊。 动词后面加来或者去, 表示说话人或所指事物移动的方向。 如果方向朝着说话人或所谈事物,就用来。 相反,则要用去。 例如,拿来,是朝着说话者。 送去,是离开说话者。 如果宾语是普通事物或人, 可以放在来或者去的前边, 也可以放在后边。 你可以说,拿盐来, 也可以说,拿来盐。 如果宾语是地点, 一定要放在来和去的前边。 例如, 他进房间去了, 他回家来了。 请大家看这两个句子。 他上楼来了, 他回家去了。 上, 下, 进, 出, 回, 过, 到, 后面加地方, 再加来或者去。 下面我们一起来观看北京语言大学, 录制的一段视频, 学习简单, 趋向不欲。 上课了, 可是大卫迟到了。 他敲敲门, 张老师开门, 他们会说些什么? 一起学完这一课, 就会知道了。 首先, 我们来复习一下, 什么是来, 什么是去。 看, 图中哪个是来, 哪个是去。 对了, 这个是来, 这个是去。 来, 去, 是趋向动词, 表示朝着说话人的方向, 是来, 表示离开说话人的方向, 是去。 我们可以说, 来教室, 来宿舍, 去学校, 去食堂。 大卫和马丁在楼下, 安妮在楼上, 现在大卫上楼了, 安妮可以怎么说呢? 大卫上来了, 马丁可以怎么说呢? 大卫上去了。 大卫和安妮在楼上, 马丁在楼下。 现在大卫下楼了, 安妮可以怎么说呢? 大卫下去了。 马丁怎么说呢? 大卫下来了。 安妮在房间里, 大卫和马丁在外面。 看, 大卫走进房间了, 安妮看见大卫, 他怎么说呢? 大卫进来了 马丁怎么说呢 大卫进去了 现在大卫去哪里了 对 房间外面 阿妮会怎么说 大卫出去了 马丁怎么说 大卫出来了 大卫和迈克在桥的这边 小林在桥的那边 看 大卫过桥了 小林怎么说呢 大卫过来了 迈克怎么说呢 大卫过去了 现在大卫和小林在学校 大卫要回宿舍 他到了宿舍 迈克看见他 可以说 大卫回来了 小林还在学校 他可以说 大卫回去了 来 去 用在动词后面 表示动作的方向 一起来复习下 上来 上去 下来 下去 进来 进去 出来 出去 过来 过去 回来 回来 起来 注意 汉语里没有 起去 除了这些 还有很多动词后面 都可以用 来 去 表示动作方向 看图一 他们跑来了 他们走来了 图二 圣诞节到了 圣诞老人送来了很多礼物 图三 服务员给我拿来了一杯咖啡 图四 马丁回国了 他给朋友 带去了一些 中国茶 图五 姐姐 从超市回来 买来了 很多水果和饮料 现在 回到前边的问题 大卫迟到了 他站在门口 要对老师 说什么 我可以进去吗 快进来吧 同学们 这就是简单 趋向补语的用法 你学会了吗 今天我们就学习到这里 同学们再见